手游酷玩 那也相当于变相从这个罐子里边开出道具 玩这个地图的话 主要的话是体验跟这些汽车追逐的过程 同时在海滨的城市有一个带入感 包括这个地方 两侧都是海水 中间的话是一条沙滩直道 然后会越过各种障碍 最终把这个浣熊给它击败 它会留下一个箱子 而这个箱子会开出更多的道具 甚至有的时候会开出摩托车 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以刷仰刷 咱们使用摩托车 完成以后再次获得一个摩托车 但这个几率毕竟是比较低的嘛 从这出来又回到了经典的城镇街道 这个也是汤姆猫的主打城市 汤姆猫一直都是主打城市的赛道 而安吉拉的话基本上都是海滨 这个地方竟然出现了为数不多的移动车辆 要知道这个游戏移动车辆 想出现的时候是比较少的 那么摩托车用完之后 咱们也是没有车了 就不去坐它了 尽量多获取一些金币 这样的话才能完成地图建设 来到最后一关 最后一关目前我们好像还没经历过游戏 最后一张图啊 包括汤姆猫黄金宝库人士 现在正在升级最后一张图 那么最后一张图究竟还会有没有新升级呢 我猜是没有了 然后就是在中途会出现 这个大块头的浣熊 我们把它给打倒之后 会有一个队友把它救出来啊 因为我们目的是救出队友 然后把它干掉 但其实不用我们出手 被救的那个队友会主动出击 而这个队友并不是这个其他的角色 而是我们自己战队中的成员 如果你给他换上皮肤 像刚才这个汤姆猫穿的是黑金战斗火 那么他就是黑金战斗火汤姆 然后游戏这个开箱子获得稀有装扮的概率啊 应该是调整了并没有当初的这么给力了 当初这个游戏最开始的时候 我录制好像是平均两个箱子 就能开出来一个部位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游戏其实跟这个坦克之星是一样的 你的角色越多 那么你成型 这个人物成型的这个就越分散了 像坦克之星 你坦克越多 那么开出来的这个道具 也有可能是其中一个 我们这个也是啊 如果你只有一个人物的话 那么你开出来的这个道具 就只是这个人物 人物用的这个稀有状态 如果你解锁两个人物 那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物用的 他不会独立的集中在一个人物上 那现在咱们是解锁了四个人物 目前的话 只有的汤姆猫获得了这个稀有装扮 就是这个黑金战斗服 其他角色目前还都是没有稀有装扮的啊 都是有几件 但没有完全的解锁 那么这个游戏的话 我依然给出的是五星加评价 也算是继承了汤姆猫黄金跑酷的优良传统 但却改了一些游戏的玩法 获得五个兑换券 那么开四个箱子可以骑四摩托车 也是不错的 相当于开四次出一辆 那么游戏的话 我们还需要升级一下这个金字塔 把它修复上 那就只剩下两个地方了 我们再攒320钻石 那差不多8万金币就够了 那么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玩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手游戏